林希磊与老公现身商场,为女儿选购妻者童装,结婚七年仍那么恩爱。 现年43岁女神林希磊,当年首部参演的电影就是王晶导演的《赌侠》,大战拉斯维加斯在里面更是与刘德华有大量的对手戏,在2005年因与朱孝天合作电影相恋,之后两人在2010年年对外宣称因性格不合而分手。 其后林希磊就火速恋上美籍华人富商杨晨,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,他们两人竟然在2011年以闪电式结婚,同一年林希磊剖腹当下大儿女,在2014年也接住当下小女儿。 婚后的林希磊已经显有露面,在今年初有排没拍到,林希磊与老公杨晨带住两个女儿到餐厅吃饭,两个女儿一时跑到妈妈林希磊的身边撒娇,一时跑到爸爸杨晨身边撒娇,一家四口也是相当的甜蜜温馨。 不过据港媒在4月27日的报道,原来日前林希磊与富豪老公也有现身的商城逛街,期间他们到同装为两个女儿挑选衣服。 从拍摄的照片所见,林希磊戴住墨镜以一身修肩装出行,保养的还是相当不错,刚好碰上童装店有七折活动。 虽然林希磊有一个富商老公,但见到衣服有折扣也是非常卖力的去挑选,就连姨太也不太理会了,不时蹲下去挑选,不时就连墨镜也脱掉只为了能看得更仔细一些。 内容未完结,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 经过一轮精挑戏选,富商老公就提出一大蓝战利品跟住老婆林希磊去付款,从林希磊走出店门时露出灿烂的笑容时,大家都应该猜到她是有多满意这次的扫货大行动了。 林希磊与老公离开时还是非常恩爱的,两人一边走还一边手拉住手,就连他们乘坐扶手电梯都是紧拉住,结婚七年还仍然那么甜蜜恩爱,真的十分幸福。